欢迎回来《即场教路之有问必答》的环节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有任何股票问题 欢迎打电话来2804-6566 又或者传email给我们 我身边的嘉宾仍然都是要财政券市务总监郭司智郭sir 郭sir 你好 你好 郭sir 我先解答一下家庭观众的电影问题 有位姓王的先生 在25.5 入了中人香港2388这股份 他说最近中人香港的表现很差 应不应该继续持有好 其实说回来 在9月初旬来说 股价仍然是20元左右的水平 20.05元左右 一直有很多机会去买 21、21.5、22元是很多机会去买 偏偏没有买 最终到25.5接近高位才买 第一是自己技术上真的犯错 要买为何不早点买 最好那一刻的时间忍不住手 才冒进 当然要承担回头的风险 看看你自己到底是短炒还是中线持有 基本因素仍然是不差的 但如果你是短炒的话 因为今天的股价 已经跌穿了一个星期来的低位 24.35元 亦早已失手了10天线 理论上应该是减持或止蚀 但我觉得既然不买就买了 希望你还有一注资金 万一股价 最多下滑的话 应该是 再加注下去买 因为对中期投市我始终还是看好 只不过 在高台上 在这里我已经劝了大家 没买过货 隐隐手 最好就不要买 让股价回头再考虑 分价段慢慢去买 无论如何都好 我就不建议在这个格格 就互乱去止蚀 当然知道 如果资金许可的话 我认为反围应该可以 着量再加注 因为基本因素仍然是好 不过当然知道 后市如果要再向上走 首先要经过了 这个反复 技术上的调整的低位线 希望你能够 叫得过去 如果25.5元 真的很想止蚀的话 一定在止蚀界哪里好呢 其实24.35元 你错失了的话 另外一个止蚀位 就是一个月来的低位 23.65元 距离现在仍然是3.5元 如果你真的偶耐不住 书爺我都要计数的话 只蚀就在23.65元 不过就比较可惜一点 好 谢谢郭Sir 我们先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你好 蔡小姐 蔡先生 谢谢郭Sir 你好 我想问我没有货的 697现时是 有没有一个呢 其实697相对整个大事来说 一路落后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航运业是复苏之中 但是造船业都未去到一个全面的复苏 所以697那些钢 属于一个造船的钢比较多一点 所以暂时来说 势头 都是有一点抬着抬着的感觉 不过去到一个2.7元 一个2.6元 这些价钱 其实我不觉得是贵的了 我不要说两个多的价格 近期的高 一个4.6元 跌到来 又不算很多 都两毫子 但是不要忘记 它累积的升幅 真的不是很大 在9月份 左翰水平 都是大概过一人钱上去 现在来到一个2.6元 如果你不介意 短期仍然反复 试试低位的话 分阶段慢慢买 风险其实 少少风险就有 太大的风险 我觉得是没有的了 初步的阻力 仍然仍是一个3.9元 还有一个4.6元 如果你短炒的话 由于现在的价格 已经跌穿了一个月的低位 一个2.9元 理论上来说 即使可以买 最好是分阶段慢慢去买 少少风险是有的 不过我觉得 你应该是承担得到的 蔡先生 还有没有问题 我想问 有帮 都是没有货的 都是能否拿得呢 好啊 市值相当大 2,600多亿 今天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理由 大家一讲就明白了 招股价是19.68元 开出来最低 刚才见过21.8元 大部分时间在22元 在高台上 市金跌了200多三百点 他扔在高台任你沽货 谁会扔高台任你沽货呢 不用说了 一定是有心的基金 大户那些 经过一轮的 或者是消化 或者是一个部署之后 股价应该会进一步上市 23甚至24元 我觉得是可以买的 如果你真的觉得 想买一些 有帮 一些大型的保险公司 做一个中线的投资的话 其实部署上应该可以分阶段慢慢去买 第一天的挂牌呢 你总是觉得 19.68元开出来好像升多了那样 但你不要忘记 沽那个是赚钱离场的 买那个其实是扔着高台的 有心人能够在22元扔着来收你的话 理论上一定有些比较中线的部署 我觉得是可以买的 当然之 相对保城 相对宏理 还有AIA三个来说 如果在现在这一分钟来说 我想我会选AIA的 好 谢谢郭sir 多谢你电话先 谢谢郭sir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好 刚才郭sir就讲开新股 不如看看昨天新挂牌的四环衣 今天的表现 就轻微有些回调 跌了超过1% 去到5.69元 其实今天是不是都跟着大市回调呢 其实 小小影响一定会有 我记得昨天见过6.09元 但是你看看价格 现在5.69元 5.7元 相对招架4.6元钱 仍然还有一个多元钱 就是20多个percent 也引用我刚才所说 有心人的 在大市不明朗之下 仍然是放着高位 让你去回肚 通常来说 经过一个轮收集之后 估价是会慢慢 报入另一个新的 中期升浪 一旦再突破了6.09元 的话 其实理论上 会进一步上市 6.5元到6.8元钱 都不知 IPO回来 如果你是这一刻 我是中线持有的 我不理他 我是绝对不反对 最紧要看业务 弱业股有很多 但是它是一些老科和深重科的弱 其实是比较 定位比较高的 技术的要求也比较高的 我觉得 中线时候 就不要介意短期的反复 如果你说 我纯粹是短炒的 我赚了钱我就计算了 对我就持久一点 不对我就走 现在还有20%多的无理 也可以考虑回肚 不过当然 持久的话 就不需要给自己这么大压力 另外 看看珠宝中标股 今天借税轮4.17元 曾经跌超过6% 现在暂时跌接近半成 去到7.49元 其实之前就炒了一阵 这些珠宝中标类股份 其实会不会见到 他们的回头压力 仍然都未消除 我想还是未消除 因为市场的资金 永远是找炒作的对象 大家见到一些 内地的一些旅客来到香港 名牌的一些手袋 或者一些鑽式 一些名牌的手标 其实来说 很多游客都是穿梭或者落液不绝 最大的优点就是 他们的购买力度相当高 连带一些服饰 甚至一些化妆品的 相关的业务 都是受惠的 但整个零售的板块 由早前的低位上来 累积的升幅都不小 不要忘记 基本因素即使是好 股份多多少少 夹着投机炒卖的成份 如果由低位上来的幅度 好像有些个别升了100% 有些升50% 在任何角度来说 这个升幅 多或少已经反映了一部分的利好因素 很可能也有少少 是升大了 升快了 所以需要一个技术上的调整 和一个消化 如果有货在手的话 把握高位进行一个回吐 然后再看应替来做 这个最好 但如果你说 一直都是拿着低价货 定低的指站位 就继续向上网 到指站位一到的时间 应不应该减绑呢 其实我自己看 你既然定得到 就应该机下市域执行 就算你说 不要说十万股 两万股 我不全部走 理论上应该走回一半 或者走回三分之一 不要忘记 低位上来的幅度 已经是相当厉害的了 即使公布业绩 或者一些数据出来 真的不错 其实想想 它已经升在先 数据未出来 业绩未公布之后 之前 股价已经大幅度上升了 变了有些利好的因素 是发放的时间 很可能的刺激性 已经不是那么大了 不要说 为什么公布了 赚钱赚多了 为什么股价都不升 你要看看 一个月来 它升了多少才行 有时候 很多时候 投资者会犯了一个错误 就会看消息来做 例如股价 开出来 发刑警 我不行 股价为什么不跌 它一早跌了再先 要沽的一早沽了 到发了刑警 你再追沽的话 你就摸着低位来沽 有时候 会吃亏的都是自己 但无论如何 市场的资金流动性那么强 又没有一个板块 只要有少少移动 资金就会 一窝蜂跑进去做一个炒作 当然 我自己觉得 基本上做得还是好的 不过股价的回调 纯粹因为技术上 升得多 是什么意思 投资者买卖股票 最重要是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郭Sir 问你刚才那些股份有哪些有持有的 是没有的 好 麻烦了 转头回来 仍然都是问大环节 如果投资者有任何问题 记住打电话来 2804-6566 转头回来再和大家见面 谢谢大家